有些熟食店 不想煮食店買熟食店 等下就可以吃 包括這些蔬菜 瓜果都有 茶樓 有些中西餐點 酒茶 不吃東西的地方都方便 香菜葉菜 砂糖粥 港食奶茶 中西餐點菜 酒茶 連菜 都有 很多香港的朋友在這裏 吃酒茶 吃那些特色小食 這是一個樓梯 我們上去飛襯一下 包括這些 場面是沒有製作的 不過現在這個場面 製作保養得比較好 都得來 好涼爽 好嗎 這塊 差不多圍到16個方左右 一個大的露台 因為我們是頂樓 包括這些玻璃板 全部都是用不小光的 一個大的玻璃 這個露台更加大 更加大 這個露台應該有三十幾方 四十幾方 四十幾方 應該是四十幾方的露台 Hello 大家好 我是席家阿Sam 今天我們來到石嶺人灘 山崎可以彎這個遠區 我們看到了 我們一會兒要和這個門進去 這個門去到那個單位那裏 差不多走遠區裏面 差不多五分鐘左右就到了 我們現在這個門就是西門 西門出來走這條路過去 一路過去就是銀布市場 這個銀布街市 銀布街市 這個銀布街市 就是石嶺最大的一個銀布街市 買東西就比較方便一些 那些菜 那些肉梨 還有那些三鮮水果 都比較多些 我們連著這條路一路走過去 差不多就三到五分鐘左右 就去到那個銀布街市了 我們要過一條橋 這條橋就是有條河的 這條河這邊 這條河這邊有人 時不時在那裡釣魚 但是基本上 今天是禮拜天 禮拜天的話 人都比較多些 但是因為現在剛剛才過了 過了四月 四月清明節的話 就很多人放了假了 現在可能這段時間 就調禁休了 就是要上班了 不是正常的 禮拜天是上班人 但是這邊是這樣 要調休的 然後我們過了這條橋 前面就到那個銀布街市了 我們看到橋頭這裡 有些是在幫人家理髮 那些理髮師 這裡理髮就十元左右就可以了 另外我們在這個橋道這個位置 都可以坐到那個村巴的 村巴是直接拍在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在這裏上下車的 村巴是直接送到銀布街市的入口 就是這個位置 其實要你坐村巴 就在這裏下車的 我們前面走一點 就到那個銀布街市了 那個街市呢 大門口 那個街市門口呢 就有那些海鮮的飯店啊 還有餐廳啊 你可以在這裏吃東西啊 吃海鮮啊 都比較方便一點 裡面呢 都有一些那些超市的 就是那些大城的超市 生活超市 你會買到一些 日常用的那些東西 包括那些 酒水啊 還有家庭的日用品 都可以買到的 OK 這些比較多的那些車 OK 好 我們看街市這邊呢 一過來就很多賣水果的了 前面呢就有一些 早餐店啊 水果店啊 零食店啊 都可以的 我們進去看看 這些有些美食餐廳 啊 水果店 Hello 嗯 嗯 OK 阿龍哥我們進去看看 這邊呢有一些那些 那些 種過的那些盆栽的那些花 花草的 你可以去買那些花草 那些元寧的那些東西 可以在這裡買得到的 OK OK 這裡有些早餐店啊 啊 旁邊看到有那個水果店啊 是吧 買那些新鮮的水果 都可以買得到的 前面這一排呢 都是那些 買菜的地方了 基本上呢 我們的牆呢 就是這裡買菜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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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買菜的地方了 這邊有些那些熟食餅啊 都可以買得到 那些 不用煮 不想煮的 買那些熟食 就直接可以 靜一下就可以吃的了 包括這些蔬菜啊 花果都有的 啊 啊 這裡買那些豬肉啊 都有 那些豬肉 牛肉都可以買得到的 旁邊那邊呢 就是海鮮了 我們去海鮮那邊看一下 這一塊 前面都可以買那些 日常的雞蛋啊 還有這些 這個 這個街市很大的 這個街市很大的 那些買的東西都很齊全 是啊 包括這些 魚熟食 煮熟的 那些食材 都可以買得到 這些有些 三文魚啊 那些都可以買得到的 這邊就是海鮮了 這邊全都是海鮮的 可以啊 可以啊 這裡 街市比較大 什麼都可以買 你看看 你看看 這全部都是海鮮的 那邊呢 就有些買那些 活機的那些 三機都是在這裡買的 做呢 就比較方便了 什麼都有 OK 你看看 你看看 這些海鮮 日常用品都可以買得到的 這邊買機的啊 買到這些啊 都可以買得到的 我們就做到這邊了 出到這裡呢 就有個 有個 很窗的整所了 這些就 基本上 有些 被 政府註冊的 一個整所來的 就比較近了 下了樓就去了 然後這條街出去呢 就是那個 暗庫市場的 暗庫街市的 大門口 我們就在那個街市 走了整個一圈 大概呢 這個街市都比較大一些 我們多一圈出來呢 差不多就 五到十分鐘 我們看到一些 那些買菜的 買肉的 買機的 還有那些海鮮的地方 多謝了 這一塊呢 包括你的那些 吃早餐啊 吃東西啊 買那些 衣服啊 自己的衣服 都可以買得到的 二樓呢 都是那些服裝超市 二樓那個地方 就是服裝超市 基本上呢 住在這裡呢 在這裡呢 買東西都比較方便了 下樓走兩步就到了 OK 那我們現在去 另一個南門 看看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可以彎的南門這裡了 我們從這個門出來呢 就 坐巴士 坐個村巴比較方便了 我們看到 由這個門出來呢 走到那個 樓巴車 就是村巴那個站點 大概呢 就是 三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 我們現在沿著這條路 一起走 前面就是那個站點 你如果出了小區呢 你看到 旁邊這裡 都很多舖的 這些 一些門窗啊 一些 麵包店啊 每一間店啊 都有的 在這裡呢 住在這裡呢 就住在街市一樣的 前面那個站點呢 就來我們比較近的 我們小遠區 實來的遠區裡面呢 是有村巴的嘛 你可以坐村巴到 一旗 二旗 三旗 都方便 然後呢 你去到那個村巴點呢 上車呢 就差不多是十分鐘 到十五分鐘 一趟車了 你等那個時間 都不會多久的 然後呢 我們看到旁邊 這邊 全部都是一些 一些霜霜啊 有很多 中國熱動 和電信都在這裡了 你如果是 買到一間單位呢 要做完那個 WiFi呢 就在這裡辦早術了 基本上呢 在這裡 就比較方便了 你去一旗 二旗 三旗都很方便 前面就是那個 巴士站點了 你坐到村巴呢 你就可以去到 一旗交通中心啦 三旗交通中心啦 你就可以坐回 巴士車去關口了 我們去關口呢 就是坐那個 買個 京橋巴士的飛 我們看到 我們已經到了 三分鐘左右 差不多已經到了 這個站點了 兩分鐘不多 是啊 可能我走得 周圍快點 快點 快點 這個站點 然後我們看一下 買飛的話 買京橋巴士的飛 我們有個 手機的微信 你帶過來 這裡是買京橋巴士的 買飛的地方 你去買 實理到深圳的 然後呢 這裡有一點點鹽 我們找個 看得清楚的地方 這裡看得清楚一點 這裡有個 實理人灘 三旗交通中心 這個點 你買這個點 就是我們在這裡坐村巴 去到下一站 那邊的方向就是 那個交通中心 那邊 一站 就到那個 交通中心的巴士 站點 就可以轉這個 等京橋巴士 然後呢 坐這個京橋巴士 到關口呢 就是 一個小時左右 標價是242元 我們沿著這條路 前面那個地方 就是 過去就是 不會吃街了 都是從南門那裡 過去 就是走到 不會吃街了 我們現在去那邊看看 我們現在去 不會吃街了 我們從這個 可以灣的南門出來 我們看到 兩邊有些 那些超市 還有 現在就 這條路 屬於香港那些 7-11 包括 那裡有個 約定 你去買回 那些約 都可以買得到的 然後呢 我們沿著這條路 一直走 走到前面去 就到那個 美食街了 大概走路 差不多 三到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美食街那邊了 我們沿著這條路 走過去 這個是 可以灣的南區 南區 就近著海邊 我們剛才從北區出來 然後這條路 一直走過去 就看到 這裡是 南區的遠區的大門口 車廂入口 我們右側這邊 就有些 當地的一些村屋 他們自己做的那些單位 就是當地居民 自己建的那些 丁屋一樣 都建得挺漂亮的 然後呢 前面呢 就有些 海鮮的那些 酒樓 然後有個假日酒店 這個呢 就是 如果你有朋友 來這邊 沒有地方住的話 你家裡住不下去 就可以住在這裡 安排他們 都不是幾貴 百多元而已 不過到了夏天 假期的時候 這個就貴了 平常時都很便宜 你家裡有很多海鮮酒樓 酒店那些 深烏海鮮 哇 現在拍了很多車在這裡 有很多人過來吃海鮮 茶樓 對 茶樓 有些中西餐點 酒茶 吃東西的地方都方便 對 香菜熱菜 砂鍋粥 港式奶茶 沒錯 中西餐餐 酒茶 點心 都有 對 很多香港的朋友在這裡 在這裡 吃酒茶 吃那些 特色小食 就比較 舒服 正 這裡就有停車場 如果你 旁邊總有一些地方 對 這裡旁邊這一塊 咖啡 喝咖啡 三明治 這裡是那個 這是一個 兵門寵物中心來的 就是有些養寵物的朋友 有些貓 狗 如果沒有辦法照尿到 就去防在這裡 帶一些寵物過來這邊玩的 不是這些是 這個是寵物 在這裡喝咖啡 都是在這裡休息的 噢 那些 這裡就有很多停車位 如果朋友過來玩的 要拍車 拍在這裡也方便 另外我又說一下 今天一會兒要去看 福斯址的單位 每個遠區裡面 是沒有地下車庫的 遠區應該留了少 只剩下四座 所以地下車庫是沒有做的 你會拍在外面或是地面 這是一個缺點 另一方面 因為是頂樓 就比較熱一點 是正常的 這個就是 替你點自己點整 我們走到這邊 整條街都是海鮮街 我們的左左邊 就是海邊 然後這條路 一路走 就會走到一騎海運天 那邊 所以說這裡 出了海風 就很舒服了 哇 這邊都是海鮮街 整條都是海鮮街 包括這邊的 圓滿圓 那個魚鴿王 還有前面那個下景 就是海鮮街 你看看 你自己喜歡吃什麼 海水 海水也是好聽的 對了 沿著這條路一路走 過了前面那條條 就是一騎 包括一騎的交食公園 沙灘 都是一騎的 其實來講 我們這個單位 下樓就可以去到 街市 和海邊 商業中心 包括那個山崎的 商業街 包括山崎這邊的海鮮美食街 如果你招呼朋友 朋友 過來玩 就在這裡招呼他們 帶他們來這裡吃飯 之後就可以了 我們情況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先去看看單位 單位就是可以彎的一個頂樓複色的單位 這裡看不到 這邊是上面 這邊是後面 沒錯 這裡看不到 我們現在馬上上去看看單位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較多的頂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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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我们期间订水戏 会很简单至顶水 llll 会更停才出现 接着我们再加入它 这个赤、门也是弄切行 你可以拌防禁锁 我先关门 看到这一块都是订自己的 这些全部都是很细节的 可以放一些自己的东西 那些送回来可以放在这里 这边进来的位置就是厨房 厨房是一个U字形的厨房 包括这边的柜 厨房的桌面 还有洗碗桌 电器租 还有切送的地方都比较合理 包括这个位置可以放冰箱 但是它没有买冰箱 热箱应该放在外面 这一块的柜全部都是有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抽热烟机 就关闭不了手 但是那些油烟就没有了 应该是热箱买回来 都不等煮菜 煮食了 然后这边也有个仓 有个名仓的 厨房 我出来看到这一块 就是餐桌 它放到一个餐桌 然后放了五张椅 五张椅子在这里 其实你说这个位置也够的 你去坐到差不多六到八个人都可以坐得下 我们先看楼下这一块 因为这个单位比较大 我们看到这一块就是客厅 它做了一个大的梳法 和小小的茶几 这个茶几是一般的 不过都可以用得到的 电视圈和电视 也有 包括这个冷气机 波龙的冷气机 包括上面那些灯全部都更换了 好 你找我出来的露台 这个露台 这个露台 这个位置也够的 包括上面这个顶也做了 那些折扬 全部都做了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出去 它也做了这些灯 看出来的顶就是看着旁边楼座 旁边楼座 旁边楼座 还有一个下面的露面 我们看一下潮相 这个是潮东的 潮东的 没错 潮东的 看着这一块全部有些山颈 那个颈子就一般的 不过房间里面的颈子就漂亮很多 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过来这边 我先看这个房间 第一间房 一天到来 这边第一间房 就放了个 Mate 5的墙 这边是做了整个定置的衣柜 他们全屋的衣柜 都可以全部同一定置的 包括这些楼 都做得很漂亮 包括那个冷气机 都已经做好了 这一块 进来这里 可以做到一个 L字形的 一个工作台一样的东西 你可以在这里 看书 看海景 不过这个应该是 小朋友 四元仔 住在这里 可以上班读书 去读书 写在意 看着海景 其实都很好 很正的 然后我们出到这里 出到这里 就有个厕所 厕所 厕所这边 就是光线分离 包括那些 水扫 座座 座座 和 浪浴间 包括这边都是名窗的 这边窗也是潮栏的 位置其实都比较够用 再看看 第二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放了一个Mate 8的墙 然后这个墙都是L0的窗台 这个墙光面很足够 这边可以看到海景 那边看着山景 然后这里整个盔都是整字的盔 那边看着山景 这边南上的就是看着海景 有些劳动有些遮挡是正常的 这边就是全部订置的一个衣柜 包括冷气机全部都做好了 我们过到这里 这个地方 我刚才说写柜不知道去哪里 这个写柜可以的 很大一粒 因为那个位置放不下 它放在这里 里面有一个小的门 它是一个储房室 一样 有些其他的东西放到里面 不过现在锁住了 到时候要清除 一些其他东西都放进去 这里是一个楼梯 我们上去第二层看看 包括这些 桌面是没有弄的 不过现在这个桌面 保养都比较好 我们看到这些桌面 它是重新拆过的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 全箭玻璃 哇 好高 上来 上来 我们看到这些桌面 不同的颜色 它是重新游过桌面 你其实如果想自己弄的话 它全部重新游过桌面 我们进来第三间房 进来这个 就和我们刚才下面提起的一样 一样做到这些定制的衣轨 冷气机都弄了 放到个最后的墙 和第一个房间一样 这个轨 和第一间单位的第一间房间一样 这样的衣轨 颜色也是一样 等于现在我们看到三个房间 都是潮栏的 房间全部都是潮栏的 这个呢 厕所 第二个厕所 一来这里和第一个厕所一样 全部东西都一样 包括这个窗 都是潮栏的 钢栏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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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这边有玻璃桌 和玻璃桌 这些东西 应该是养宠物的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 最大的就是这一层的露台 整个门都做过沙窗了 这一块 差不多是十六个方左右的一个大的露台 哇 因为我们去顶楼 包括这上面这些全部 那些玻璃板 全部都做了 全部都是用那些不兆光的那些做了 一个大的玻璃 玻璃 哇 看出去呢 视野就比较好些 包括我们都可以看到 旁边的山景 和回国湾那边的楼座 旁边的核振都可以看到 还可以看到 一期 三期 都可以看到的 我们看一下 这里一个大的露台 然后放了一张好台的一个楼座 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一个 旁边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 都很大的一个露台 这个门出去 出到这边呢 哇 这个露台更加大 还更加大 这个露台应该有三十几方 四十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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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四十几方的露台 这一块呢 它是做了一个 拦住的了 做了这些东西 就擋住了 这一块基本上都是自己用的 自己用得多些了 包括你在这里做的 烧烤啊 BB超啊 完全是够用的 哇 够了 这里就做了这些 厨房用的那些 全部都做好了 哇 倒架 好舒服 再回到第一个露台 是的 第一个露台 第一个露台 就是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就等于 第二层就有两个露台了 这两个露台 差不多 全部加起床 就差不多六十几方 都可以用得到的 你这个露台呢 你可以在这里 看看镜头 那个露台呢 就可以聚会 派对 BBQ 完全是OK的 这个单位呢 是一个 109个即日 增幅式 这边的 这个单位 买的时候 是要抢的 因为这些单位 那时候放出来 是很少的 一座 一个单元 只剩两套 所以说呢 买的时候 要加钱的 他买的时候 应该那时候 都是八三万 八四万 都要买回来 现在呢 这个单位呢 是在买 八十二万 八十二万 带上全部那些东西 全部都帮了 你整好了 然后这个位置呢 去到 菜市场啊 海鲜街啊 商业街啊 都很方便 因为我们是中心的位置嘛 我们 水深旗 山旗的中心位置嘛 海鱼灣 这里呢 就等于说是 109个房 四个房了 全部都做好了 两个字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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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等于说呢 如果你买这个单位 八十二万 这个税金呢 差不多要 有两万元左右 因为它是 1.5%的 企税 这个是109个房 然后呢 就差不多是 一个点的一个 过税啦 加上起身 七七八八加上起身 差不多 八十六万上下 可以搞定了 这个单位 OK 呃 这个单位呢 已经 做 同类型的 戶型来说 就是这个 不是 颈子最漂亮的 因为有点难向的景 是望海的 但是那些价钱 就 和这个 就不一样了 那些价钱 约到百多万 百二百三万左右 如果说是 这个景呢 都可以望海 然后呢 朝向 朝东的 性价比是最高的 现在这个单位 八十二万 是性价比最高的 一个 增幅式 如果你喜欢这个单位呢 可以 加我们的 或者是 微信 或者直接打我们的电话 资讯 留言给我们 都可以的 或者你想不想关注 那么多其他 的方言呢 都可以 订阅我们的频道 看一下我们的其他 条片 有你需要的单位 你可以联络到我们 我们是可以去到 羅湖福田 联同口岸 关口附近 借你们过来看楼 全城折送的 OK 这一集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当然 我们下次你给我们 回来 我们下次我去看一下 我来来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áz 我们下次见 我来 请你 特别人 不停 如果 如果 我们下次见